好同学们 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行诉的基本流程 就算介绍完毕了 我们依次介绍了 立案 侦查 起诉 审判 以及执行程序 有同学终于送了一口气 终于把行诉 这么难啃的学科学完了 同学们 别高兴的太早 还没有结束 大家回忆一下 在第一天讲课的时候 我说过 行诉就好比是一条巨龙 它是分为三段的 龙头 龙身和龙尾 龙头 我们学习了十大器官 就是行诉的十项基本原理和制度 龙身 我们闯进了五道大关 从立案到侦查 到起诉 到审判 到执行 别忘了 我们还有龙尾部分 有五个特别程序 加一个涉外程序 有六个小尾巴 我们还没有介绍完毕 所以呢 我还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好好数一数 行诉这条龙的六个小尾巴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五个特别 加一个涉外 什么叫特别程序 就是在普通程序之外 我们针对特别的人 特别的案 设置了比较特别的纠纷解决方式 以及程序流程的设置 来我们来数一下吧 首先我们针对特别的人 比如说未成年人 我们设置了和成年人 有差异的 有区别的 重视保护教育的 一种特殊的诉讼流程 叫未成年人的 行事诉讼程序 然后呢 我们对公诉案件 还设置了比较特殊的 纠纷解决方式 叫公诉和解程序 另外呢 我们针对啊 这个犯罪嫌疑的被告人 潜逃境外 或者严重疾病 无法出庭 甚至已经死亡 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 我们设置了 缺席审判的程序 另外呢 有些犯罪嫌疑人 人虽然没了 可能跑了 可能死了 但是呢 赃款赃物还在 那如何对这个赃款赃物 进行没收呢 我们专门设置了 没收违法所得程序 最后呢 有些精神病人 有暴力行为 但是呢 他不承担行事责任 但他又很危险 那为了他自身的安危考虑 为了社会的安危考虑 我们专门设置了 精神病人的 强制医疗程序 这就是五个 特别的程序 同学们 特别程序的学习精华 是什么呢 就抓住他的特别之处 但哪里特别 他哪里就是采分点 所以这个学习技巧很简单啊 最后呢 别忘了 我们还专门为 这个涉外的案件 这个相关的涉外程序呢 有别于国内的一些搜索程序 你比如说 加拿大人吴莫凡 在中国强奸 在中国剧中淫乱 那他的程序设置上 和国内的诉讼程序呢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们专门为外国人设计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程序规则 这就是我们讲的涉外程序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进入第20章 未成年人行事诉讼程序 这个程序呢 重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 那么在程序设置上啊 他和成年人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差异 就是这一章的重要的采分点 来同学们 我们先通过一个知识框架来浏览一下 20章里面的黄金考点的分布啊 首先我们要了解啊 这个未成年人行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的概念啊 以及他的功能 以及他的范围 哎 尤其这个范围 请大家重点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只是针对未成年犯罪协议人被告人吗 不是 包括未成年证人 未成年被害人 也会有特别的保护 另外呢 这个未成年人如何界定 这个年龄 是以犯罪时为准 还是以诉讼时为准 还是审判时为准 一会儿我们要重点的强调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注意啊 未成年人的程序设置 有很多特别的方针 特别的原则 这个特别的方针和原则里面 有一些 我们应该加以重视 你比如说 你像这个未成年人啊 有专门的这个诉讼权利保障的原则 叫保障未成年犯罪协议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 哎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有哪些特别的权利保障条款 以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 还有呢 就是 他有分案处理原则啊 虽然我们成年人的案件 也有分案的问题 但是够不上原则 咱们这个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 首选的原则上就是要分案处理啊 要分别起诉 分别侦查 分别审判 分别执行啊 我们一会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原则 还有呢 就是不公开审理原则 你看前面我们学过公开审判原则 对吧 但是未成年人恰恰相反 是不公开的 当然这个不公开 是对审理过程不公开啊 宣判一定要公开啊 一会我们特别强调一下 好 这是我们这个基本原则部分 要重点掌握的几个原则啊 分案处理 不公开审理 以及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原则 这三个相对更重要一些啊 好 最后呢 就是具体的制度篇 从立案到侦查到起诉到审判 每个环节 我们专门针对未成年人 有很多特别的设计 那这些特别的制度里面 给大家圈一下重点 比如说 辩护制度比较特别 对未成年人是要强制法律援助的 对吧 这个比较特别 然后呢 在审查起诉阶段 有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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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制度 叫副条件不起诉 这个从2012年开始 到现在10年来 几乎每年都考 这个制度非常重要 叫副条件不起诉 这是个钻石级考点啊 好 然后呢 在审判中 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 一会儿呢 我们要展开讲一讲 还有就是未成年人 认罪认罚和成年人的认罪认罚 有什么不同 这个要重点注意一下 因为认罪认罚本来就是这几年的考试热点 改革热点 那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在认罪认罚制度使用上 也有一些比较特色的地方 所以这个重点掌握啊 然后呢 2023年考试中 应该有一个新法必考的单元 就是关于这个未成年人的 犯罪记录封存的问题 因为22年 专门出台了一个新增法规 就是关于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制度适用 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 新法必考的这个热点啊 好 那我给你画黄色圈圈的地方 就是这一章里面的 重点考点分布 那首先我们来进入第62讲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诉讼程序的概述部分 这个概述部分呢 主要解决的是概念问题 以及这个程序的功能 和适用范围的问题 以及这个程序 和前面的普通程序 他们的关系问题 来 首先概念就不用背了 跟我读一遍就行了啊 所谓未成年人刑诉程序呢 是指专门适用于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 侦查起诉审判执行 等一系列程序的组合 这就是未成年人刑诉程序 好 读完了就够了啊 以后再也不要看了啊 好 下一个 关于这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 这个程序功能 它的功能呢 就写两个关键词 保护和教育 咱们这个未成年人刑诉程序啊 它设计的初衷关注点 是强调对行为人的关注 而不是对那个犯罪行为本身的关注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程序啊 更关注的是 未成年人 他能不能够回归社会 能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这是我们的关注点 我们而不是一味的关注 那个对犯罪行为的 简单的制裁和报应问题 知道吧 所以呢 保护和教育 是我们这个程序的主旋律 是这个程序设计的基本立场 记住两个关键词 保护和教育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程序的适用范围 既然叫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是不是仅仅针对这个犯罪协议人 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情况呢 不是的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未成年被害人 未成年证人 我们也有专门的特别的保护 所以不仅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也适用于这个未成年证人 未成年被害人的特别保护问题 同学们听懂了吧 好 另外呢 还要强调 我们说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 是什么阶段 什么时候的未成年人呢 这一点 一定要和刑法老师讲的未成年人 做一个区别啊 在罗祥老师的课堂中 他讲未成年人 那是未成年人犯罪 是犯罪时的年龄 来评价他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大小 强调的是犯罪时 但是向老师是个刑诉老师 是个程序法老师 我关注的是程序中的年龄 而且在具体的制度适用上 可能关注的阶段还不一样 你比如说 我们强调未成年人不公开审 不公开审判 那是审判阶段的未成年人 知道吧 那再比如说 我们强调法律援助的辩护 对未成年人 要强制法律援助辩护 那是在诉讼全程 都需要保护他的辩护权吧 那侦查起诉审判 全程在诉讼中 我们强调的是诉讼时 未成年 你看强制辩护 关注的是诉讼时 未成年 各个阶段都要关注 但是不公开审判 那只关注审判时的年龄 你看 关注的阶段还不一样 对吧 好 那比如说同学们 考试如果问你 说关于他的刑事责任能力 到底要不要给他从轻 或者减轻量刑 作为一个量刑情节 这个未成年 那就关注的是犯罪时 那是一个刑法问题 是个实体法问题 对不对 你再比如说 关于那个犯罪记录封存 既然这个制度叫犯罪记录封存 那肯定是犯罪时的年龄 要犯罪时未成年 才可能封存他的犯罪记录 同学们听懂了吧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适用范围 同学们 还有一个就是 关于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 行诉程序 和前面学过的普通程序 是什么关系呢 记住一个关键词 一复关系 什么叫一复 就是这个特别程序 是趴在普通程序上面的 什么意思 就如果特别程序 没有特别规定的 就适用前面的普通程序 只要是没有特别规定的 就直接适用普通程序 的相关规定 好同学们 这就是62奖的概述部分 来同学们 我们做一道题 来结束这一讲 行诉法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一律或一般不公开审理 关于这个规定中的 未成年人的年龄的理解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好同学们 先注意审题 我们现在考的是 是否公开审理 是审理时 我们关注的是 审理时的年龄 是审判阶段 如果他未成年 那这个案件就不公开 如果他犯罪时未成年 但审判时 他成年了 成年了 那就要公开审判了 就适用成年人的标准 所以这道题的结论 已经出来了 我们就关注 审判时是否未成年 如果未成年 那就不能公开审判 听懂了吧 来请看选项A 他说张某被采取 强制措施时 17岁 他说不能公开审 同学们 他强制措施的时候 17岁 可能审判时19岁了 所以这个不是关键 对不对 关键看 审判时是否未成年 选项B 李某在审理时15岁 不应当公开审理 对呀 审理时嘛 你看审理时未成年 那绝对不能公开审的 选项B是对的 选项C 前某犯罪时16岁 同学们 犯罪时16岁 审判时可能已经成年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那这个并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选项D 赵某被立案时18岁 说不应当公开审 同学们 立案时18岁 可能到法院审判的时候 可能都19岁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也不是关键 关键点 还是审判中 他是否未成年 如果未成年 那绝对不能公开审 同学们听懂了吧 所以知道题选答案B 同学们 来别着急 我们来举一反三 借这个题目 我随便再变换几个小题 请听题 请问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法律援助辩护 说未成年人 他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应当通知法院机构 指派律师为他辩护 那个强制法律援助辩护 针对的未成年 是什么时候未成年 如果出这个题的话 你就要强调是诉讼时未成年 这个诉讼时 包括侦查阶段 包括审查起诉阶段 包括审判阶段 在各个阶段 如果他没有委托辩护人 都是应当通知法院机构 指派律师为他辩护的 听得了吗 所以如果考法律援助辩护的问题的话 那是诉讼时未成年 我再说一遍 如果下次考试 考犯罪记录 是否封存的问题 说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要封存 这个未成年人 是什么时候 那就是犯罪时 是犯罪时未成年 所以才可能封存犯罪记录 听得了吧 好 所以不同的考点 他关注的年龄的点 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休息一分钟 然后进入下一讲 字幕之前 learning 根本下 空砝 كان 咨误 身阶 女ili 挖